大家好 平时我们很多人喜欢喝茶 因为喝茶不仅可以修身养性 对身体还有很多好处 但是我们喝茶水的过程当中 会发现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茶水为什么放置时间长之后 颜色越来越深呢 还有一个就是隔夜茶能不能喝呢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茶叶 一般来说要保存多久可以呢 那今天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关于相关的知识 那对于茶叶来说呀 我们这个茶叶水 为什么放置久了之后 这个颜色会变黄呢 就颜色越来越深呢 那我们首先就应该知道啊 茶叶当中应该有哪些物质 影响了它的颜色 那首先呢 那茶叶当中啊 应该含有比较多的茶多酚 它是一种分类物质 这是它的化学结构 化学结构 那对于这个茶多酚来说呀 它是茶叶当中的一种 多腔基的分类化合物 形成的一个复合物 它有三十多种以上的这个分类物质组成 其主要成分应该是 儿茶素 及其衍生物 这个我们学过有机化学的人应该知道 它是茶叶当中 具有保健功能的主要成分 茶叶当中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它应该是由抗氧化 防辐射 抗衰老 降血脂 降血糖 一菌 一枚 等多种生理活性 所以喝茶对身体来说 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那我们刚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茶水 是放着时间长了之后会变黄呢 这个主要原因呢 应该是茶叶当中的那个茶多酚 那个酚腔基 还有呢 比如说这个 这里面还有茶黄素啊 茶绿素啊 等等抗氧化的物质 放着久了以后呢 就是被空气中的氧气啊 氧化了 那你比如说茶道酚 它经过氧化之后 就变成了黄红色 红褐色的这个氧化产物 茶绿素呢 经过氧化会变成了 茶黄素 茶红素等等 所以茶道酚氧化形成的这个 黄红 红褐色的氧化产物 主要就是茶黄素 茶红素 和茶褐素等等 所以时间长了呢 它这个颜色就变深了 但是时间太长的话 并没有什么样的害处 就是这些物质 产生的这些物质 并没有什么害处 还有呢 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这个茶叶大 就是一般来说 都能存放多久的问题 那一般来说呀 我们这个买的茶叶 尤其是这个核装的茶叶 它这里面都有保质期 都有保质期 那你比如说这个金菌煤 现在就比较流行的金菌煤 它这里面给保质期了 36月 大红袍 36月 等等 那实际上对于这个茶叶的保质期来说呀 它跟什么有关呢 跟这个发酵期有关 应该是全发酵的这个茶叶 它的保质期应该是越长越好 因为它没有碾线的 就全发酵的 但是半发酵的 一般来说就两年左右 两年左右 不能超过两年 那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波尔茶 波尔茶 还有黑茶 它就是全发酵的茶叶 应该是保质期没有上限 而且放置时间越长 还越香呢 是吧 那你还有呢 比如说红茶 青茶 黄茶 白茶 绿茶 等等 这些茶叶 它放置的时间都不太长 都不太长 白茶呢 也属于保质期相对比较长的 它可以存放20年 存放20年 那你像尤其是绿茶 还有我们喝的那个散装的茶叶 那放置的时间就更短了 那我们一般来说 要在储存的过程当中 你打开之后 那个密封的茶叶之后 放在冰箱里 低温保存 可能还会延长一段这个时间 延长一段这个保质期 那对于这个过期的茶叶来说 就不能再饮用了 那对于过期的茶叶来说呢 它有其他的一些用处 就是不用扔了 不用扔了 那这样呢 它有这么几个用处 第一个用处呢 就是可以做冰箱的除味剂 所以我们平时用啊 你比如说什么柚子皮啊 橘子皮啊 来给冰箱除味 其实茶叶也可以起到 同样的作用 另外呢 茶叶在放在冰箱里 还有一种茶的清香味 对吧 再有呢 就是清香口气 所以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呀 熬夜呀 吃大蒜的等等 这个口腔的味道就比较重 比较重口味 是吧 那这样呢 我们平时啊 在这个 吃完了这些 这个比较引起口腔气味的 这样的物质以后呢 可以用这个茶叶的 这个清香的气味来抵消一下 那这样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吃完了这个大蒜之后 可以嚼一点茶叶 嚼一点茶叶 然后漱口就可以了 另外呢 还可以去除这个油气味 就是我们家里新买的这个家具 新买的家具当中呢 应该有次比的这个气味 它这里面主要是一些甲醛一类的一些东西了 是吧 那用这个过期的茶叶来说呢 它可以吸收这些东西 可以吸收这些东西 可以降低它对室内的空气污染 还有呢 就是做枕头心 做枕头心 因为茶叶呀 它是含凉的一种物质 用来做枕头套 枕头心呢 提神 醒脑 去除头火 缓解头疼 把茶叶填充到这个枕心里面呢 要注意更换 要注意经常更换茶叶才行 还有呢 就是浇花 用茶叶水来浇花啊 应该是 那个对植物的生长来说 也比较有利 还有一个驱虫的效果 比如我们会把和盛的那个茶叶 取出来 然后晾干 点燃之后 可以进行这个驱虫 可以进行像门箱一样 差不多 还有就是泡脚 茶叶放在水里面泡好 然后呢 倒入热水 把脚放进去泡一泡 因为这个茶叶当中啊 含有大量的丹凝酸 它可以起到这个杀菌的作用 尤其是去除脚气 尤其是可以去除脚气 另外呢 就是过期的茶叶啊 要如果是通风驱干之后 用纱布包起来 你放在那个鞋里面 放在那个鞋里面 就放在鞋垫下面 放在鞋垫下面 可以除那个鞋的臭味 是吧 另外呢 还可以洗头发 洗发 过期的茶叶呢 要如果用来洗头的话 注意啊 用这个过期的红茶来洗头 效果是最好的 因为红茶当中啊 它这里面呢 有一些物质啊 能够对头皮起到一定的滋养作用 从而呢 能够这个给头发提供 呃 这个生长提供 那个营养 还能够去除头皮屑等等 另外呢 还要放在烟味缸里 你放在烟味缸里面 主要的原因是啥呀 一个是你这个茶叶的吸水 吸水之后呢 它不容易这个 就是你把这个烟头 放在这个 呃 有这个茶叶的这个烟味缸里面呢 它就直接就灭了 是吧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它可以防止这个灰尘的这个乱飞 啊 乱飞 另外呢 还可以防止 还可以 它因为还可以这个吸收那个臭味吗 不是 是吧 可以清新空气 另外呢 还可以洗毛衣 啊 还可以洗毛衣 用过期的茶叶水洗毛衣 不仅能够把这个乌尘洗得干净 还能使这个毛线不褪色 毛线不褪色 如果是已经褪色的这样的衣服呢 你用茶叶水来泡一泡呢 还能够恢复到原来的那个颜色 还有呢 就是储存鸡蛋 啊 储存鸡蛋 把家里面的那个鲜鸡蛋 埋在这个茶叶渣子里面 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呢 应该是储存半年都不会变质的 啊 这是过期的茶叶的这个废物利用了 另外呢 就是茶水 我们刚才说了 那放置多长时间不能再喝了呢 是不是隔夜茶就一定不能喝呢 茶水一旦放置过久了之后呢 就会沾惹上那个细菌 容易产生亚硝酸盐 而亚硝酸盐呢 能够使人中毒 它是一种强制癌的物质 强制癌的物质 所以说这个隔夜茶 因为时间久了之后呢 还有就是茶多分 微生素 大多数都已经丧失了 而且茶汤等什么蛋白质啊 糖类啊等等 它会成为细菌繁殖的养料 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人民隔夜茶不能喝 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 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 那茶水放置四个小时以上 一般来说就不能再喝了 另外呢我们在喝水 喝茶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要经常盖盖 要经常盖盖 加盖防止这个细菌进入 那除了这个可以根据放置的时间来判断 茶水能不能喝之外 我们还可以根据茶水的颜色来进行判定 一般来说呢 你放置的茶水颜色会随着时间的越长而变得越深 那你比如说绿茶 绿茶正常成下应该是淡绿色的 但你要放置久了之后呢 就有可能变成黄褐色 那发现茶水的颜色改变之后呢 一般来说呀 就不要再饮用了 不要再饮用了 但是对于隔夜茶来说 它也有这么几个生活当中的小妙用 第一个呢 就是去腥除油腻 那你比如说隔夜茶 它有这个特强的除腥气和除油腻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吃螃蟹以后呢 用来洗手 应该感觉比较清爽一些 另外呢 就是擦亮那个漆气 比如说利用这个隔夜的浓茶 清洗黑色的漆气 可以再用这个柔软的布擦干 就可以显示原来的那个 比较那个好看的那个光泽了 另外呢 就是油腻的门框 要用冷的红茶叶擦拭之后呢 它这个应该是啊 因为你这个油腻啊 易受这个双雨的寝湿而脱落 也就是说油漆怕水 油漆是肥皂水 那想清洗这个油漆的门窗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我们用隔夜的红茶来试一试 冷的红茶不仅可以擦这个门窗框 还可以用来擦玻璃啊等等 另外呢 还可以防晒 我们皮肤被这个太阳晒伤之后啊 可以用毛巾沾这个隔夜茶 轻轻的擦一擦脸 因为这个茶叶当中 还有一种物质叫柔酸 柔酸对皮肤有很好的收敛作用 还有呢 就是茶当中 还有一种叫泪黄铜的化红 也有这个抗辐射的作用 另外呢 还可以生发 这刚才咱们讲了 可以生发 另外呢 还可以除口臭 还有呢 就是固齿 结齿 减少 蛀牙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茶水当中含有浮 它可以于牙齿当中的这个介质啊 反应 生成了更坚硬的耐酸碱的物质 所以说可以防止这个虫牙 可以防止那个虫牙 另外还可以明目 隔夜茶当中 茶豆酚有抗菌消炎的作用 所以如果眼睛出现这个红丝之后 可以每天用隔夜的茶 洗洗眼睛啊 洗洗眼睛 另外呢 还可以止血 隔夜的茶当中 有丰富的这个酸素 可以阻止毛气血管出去 你比如说口腔炎 口腔炎 牙齦出血 还有这个湿疹等等 那都可以用这个隔夜的茶 溯口治疗 那另外呢 就是这个 浓窗孔 浓窗孔 也可以用它来进行洗浴 另外呢 它还可以止痒 一般来说呢 用温热的隔夜茶 洗头或者是擦身体 那茶中的这个浮能迅速止痒 那就是含肥牙膏的作用 相当于 还能够防止湿疹 这就是关于隔夜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这就是关于隔夜茶的浓窗孔 要 invari住前抹事 这下麽语 倒下然后有什么 您可以吃